嗨 歡迎收看胖男子乖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五分鐘就能完成的快速出門妝容 就是我在臉上的妝容 如果想知道如何畫完的話 那就請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們第一個要用的東西呢 是這個魅蓮的妝前乳 然後它是橘色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擠在臉上 因為我之前就通常都會擠在手上 可是我發現這樣推 我覺得比較不好用手 我直接擠在臉上 因為你直接擠在臉上 你才會比較知道你要用的量是多少 然後記得額頭也要上到 然後你現在看會覺得有點白 因為在那個日光等底下 好 那我們第一步驟就完成了 第二步驟就是要上遮瑕 那我今天用的是那個 Maybelly的Fill Me的遮瑕 我們遮瑕就遮在黑圓圈 還有一些泥有泛紅或小痘痘的地方 然後我會拿出這個氣墊粉撲來拍 因為我不太喜歡用手指去拍 這樣我們的第二步驟就完成囉 三步驟呢就是要上這個 這是 Integram的那個粉底粉餅 然後它挺方便的打開 然後它就有一個粉撲 那我們第三步驟就也完成囉 像我們底妝部分已經完成了 第四個步驟呢就是上腮紅 然後我今天呢想要上一下偏橘色的顏色 然後這兩個顏色 一個是比較偏粉的 一個是比較偏橘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用偏橘的顏色 現在差不多在顴骨的位置 現在看起來感覺比較有薄力 那這樣第四個步驟就完成囉 那第五個步驟呢就是眉毛囉 然後因為眉毛比較難畫 所以呢 我剛剛就先畫好了 那我眉毛呢是用兩個顏色的 因為胖中現在頭髮比較淺 所以可能都用深色的 所以用了兩支眉筆 然後這兩支呢 顏色的分別是 這支是利耶的惹我眉筆 然後是這個顏色比較深色的 然後另外一支是這個比較咖啡色淺色 然後就是畫了這個 有眉毛的眉毛 對 然後呢我就把第五個步驟 融合 因為你看我沒有擦唇膏 是因為 我很討厭吃東西沾到唇膏 然後所以呢 因為我本身嘴唇顏色也沒有說很深 就是還蠻粉嫩的 所以呢我就會用這個 護唇膏就是擦一擦 很簡單的妝容囉 就是 你如果想要去面試 或是 只是單純要外出 就可以畫這個妝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幫我點一個喜歡唷 如果有什麼想要看的影片內容 或是主題 也可以到這個影片底下留言 或是到胖牛的粉妝跟我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唷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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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